大家好,我是五仔,翁女俠你好 大家方向都很明確 請大家按LIKE支持我們廣播 除了翁女俠很明確說很多法律意見之外 很多網友一起炸完氣彈 什麼名字叫葉什麼?不知道葉什麼? 有個名字被同鄉爆料 他現在叫葉阿群,叫岸群 岸群1977年出生,帶我六歲 真實料的薯條,你起碼都十六至二十六年 所以吃太多糖分,容易胖半龍衰老 葉阿群,被同鄉爆料 不斷改名,葉秀定,葉柄柄柄 你真是千面天王,要揭開一個面具 然後做另一個,扮另一個,是不是欠錢 還是做過什麼,不讓人知道 那麼多身份,被同鄉爆料 唉,這個人呢,過街老鼠 所以,我們聽一下翁女俠怎樣去說 其實呢,原來他可以成為香港 一些叫不受歡迎人物 可以列他做不受歡迎人物 到時呢,吃飯又不用跟他爭位了 你自己慢慢吃,在家裡 我們聽一下翁女俠怎樣說 都很囂張的,原來美女也囂張的 先聽一下 一點是,完全是 我不看到可得,可能有粉絲的人 都原來可以說自己有粉絲 既然你深信自己是這樣的 你就是公眾人物 那公眾人物呢,你就更加要留意 這個公安條例 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那這個呢,大致上呢 我們就將這些條例 就綜合了一些作為 這個是叫選擇給你看的 我們還有郊野公園條例 還有遊樂場條例 基本上可以告訴你 鮑羅萬有的地方 都是不可以這樣做直播的 尤其是如果去做直播的時候 是被人投訴 那你就不可以做到 因為一有人投訴的話 這個就變成滋擾了 一滋擾的話就要走 不如去墳場呢 墳場便沒有人會去投訴我 是的,為什麼 勇女俠說什麼 叫他去墳場 那墳場沒什麼 大家都學佛的 墳場其實 你覺得恐怖 有些人你自己覺得 去墳場吧 但是他擾亂別人的 清幽的地方 這個我覺得 這個建議都不是很好 因為始終墳場 正所謂也叫做入土為安 哇,入了土 有個肥婆在那裡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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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會不會 接著把百姥去墳場 外 будем去墳場 老公、老公,你那裡可以 外公、大警察 不能去墳可算其由 這樣再說 以 JACKARP 吸著 唯一有便算氣 但人瓜說 你早晚睡覺 不過你 不買價錢 好像幼蟎坑 醬中這些 廣文 要做廣文 翁麗俠說話真是搞笑 我猜肥婆應該很快就反抗了 她的後吻都是那些 這是什麼人來的 你簡潔我 這些新陳腔毒辣的 最喜歡說話你 她也是這樣 我昨天就錄了 今天一定反駁翁麗俠 又說不懂法律的牌 不懂得考回來的那些 她都說過了 也是這樣 直播呢 翁麗俠就告訴我們 原來不行的 我又沒有試過當街做直播 沒有這樣的流量 她是要有這樣的數據才行 她的肥婆可以做到 但是香港人很多都不能做 那我看看是誰 如果有人投訴就一定不行 總之她去到哪裏 看到直播就投訴她 我是香港市民 這裡是公眾地方 我現在看到你這樣 我覺得你的聲音很討厭 麻煩你手笛 我現在找保安來 趕你走 去到哪裏趕到哪裏 走到哪裏 走到哪裏 想起都熱鬧 好玩啊 下下在網上玩元氣彈 才行 打油擊 去到哪裏打到哪裏 正 翁麗俠也說了幾多 法律的事情 提醒公眾人物 小心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其實還有幾多點 說到有個二五仔 有個二五仔 有個二五仔 有個貼文出來說 幫她搞開通盈利 就要分分三分一 是嗎 你是不是可憐一隻手 給我 給我 開通一次迎戀 分三分一 我給你一條命好嗎 真的嗎 三分一 我對我 我交過二八 快要收錢 我分三分一 比二八 我代三分一 你又代三分一 不是更狼狼 我聽五仔說 那些MCN公司 都是抽兩成 最多 你兩三分一 應該沒有MCN公司 肯簽他 別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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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傻傻傻 打算拿數據簽的 簽完之後 你公司也倒閉 我跟你說 你不要稍後收了禮物 別人說送給肥婆 你打算是care來的 你真是糟糕 不要簽啊 我現在勸你 我不是說別人會這樣做 我現在勸你 你突然走過 走過霸氣哥了上來 我要找韓馬 請你吃西瓜 接著有個請你吃菠蘿 你真是糟糕 講回法律先 掌知識了 公眾地方直播 包括公園、食肆、街道都不行 我覺得不舒服 影響到我 我投訴你啊 直播的時候 你就要即時下播了 是的 雍女俠提醒 除了的士之外 的士不可以 因為的士會渠債 他就是犯法的 所有商場食肆 有權將這兩件人 不是 這是網友寫的 我沒聽過 翁女俠說什麼 這一段 所有商場食肆 有權將兩件人形垃圾 列為不受歡迎人物 不做他生意 商場都可以是主要通道 商場 走進來 然後 很難捉 除非一早檢查他 他走到沙田新城市的方向 打給保安 還沒進去 已經 你玩這個遊戲 在網上集完氣彈 不要玩 通計足精靈 個人 現在又不是驅鬼符 犯法 你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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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個電話出來 很厲害 很厲害 因為 這些真的是法律 還有 阿可伯不可以罵人家下面漏鬥章 正常都不行 這些是性騷擾 藍藍都有性騷擾 是不是 或者你叫做 誣衊我 你誣衊我的性器官 有潰難 會令人生厭 這個 是誹謗 都可以是誹謗 真的 都明白的 那就 出事了 什麼都不能說 哎呀 國首家人 反正亂講 又不能說 有什麼不說 不如聽律師說的 墳場直播 墳場口 熟閘環境 你下一站是老人院 再下一站在這裡 走吧 阿伯 其實已經 醒醒地看了 為什麼呢 有網友說看了他們直播 就覺得 這個代號叫勵枝龜 勵枝龜反叛越來越明顯 除了薄嘴多了 還會眼瞇瞇瞇 河馬說世界各地都有粉絲的時候 他小小聲說河馬 你嫁得多少次 很明顯 由陽光摺盤這件事 知道自己真是好到貪兄弟 講一句 你嫁得多少次 你怎麼知道 其實真是看死他 說真的 阿伯幾十歲 他真的沒有想過自己這麼冷靜 我跟你說 76歲 我什麼都給你 我說有錢我也給你 我都給你 你經常在我面前說 我將來嫁這個嫁那個 你沒人就要認 嫁妻 你騙得自己 騙得多久 你嫁得多少次 不是,說真的,你嫁得多少次 四十多歲都還說有人要 喂,如果那個年紀是真的 七七年 都四十六七歲 你五十多歲又說嫁人 你以為你真的是李嘉欣嗎 你什麼樣子啊,大哥 你自己照照鏡先啊,肥婆 都不是的 而希希昨天所說 她的阿伯對眼一老花 加上怕冬 和撞籠的時候 這些都是你最好的選擇 阿伯也說出一件事 我跟大家說,你有沒有見過這麼肥的阿婆 嘩嘩 嘩嘩 我說真的,你這條街上有沒有見過這麼肥的阿婆 其實 你知不知道這些身材是不會長命的 說真的 是說真的 你的血管,大哥 你這樣吃東西不是開玩笑的嘛 這個是 不是咒的 這個是健康的常識 所以可伯說你嫁了多少次呢 他經常以為自己在壯年 阿伯其實還有得老 有些人自己危在彈直都未知 我那時候認識一個肥仔 四百磅 二十七歲又糖尿病 又脂肪肝 我跟他說 你有沒有見過那條街上有你這麼肥的阿伯 他說沒有 他說沒有 我說你這些 真的 說真的 這是健康常識 中年有幾隻病 然後就搞定 你說要很瘦就很難 你能正話 下來 你是 Wonder 三十七的 說完之後 吃死材 你回就 абсолют 要看你怎麼想 我講了事實給你看 這些人時日太快 時日不知有多少 伯伯都這樣看 開始串嘴了 當然了 常常踐踏我自尊 伯伯好像被肥佛一腳踩到頭上 然後在地上摔 你無能力就認了 你出雞份 你又給我麻煩 多多這些東西 想著有個女人愛我 愛自己 上電視時跟現在的態度相差很遠 你不是這樣的人 怎會撮到你的鬼出來 一直都是那些人 我們沒什麼發眼一早都知道 是你死不認 四日騙子 認識人多久 拿多少錢 都知道你是正仆街 我也找不到另一個形容詞 這些混蛋 認識人一會兒 拿了阿伯的錢 又買這個 又買那個 越來越狼 死亡人一百萬 兒女好 守得到錢 拿到錢 拿去做生意 轉頭又要補倉 做完生意 阿伯 做完生意 你都要入老人院 看清楚這個人 一年都未夠 我以前拍拖 告訴你 小小時候 十幾歲的時候 是AA制的 五六年感情都沒有像你們這樣 這什麼叫真愛 越老越多錢拿出來 真的愛你的人 養你還可以 也沒有怨言 是傻子 阿伯 尋船尋到這樣 他不會的 他不會的 有他懵吞下去 有人說 河馬現在都很後悔 為什麼呢 你聽到一次次說到美國粉絲 死人的樣子笑得甜絲絲 你明知是假的 會有些東西幻想出來 有時候我們小時候 有時候說開那些動漫的女主角 跟著她說好像戀愛一樣 你的妄想症 所以別人說她網紅 妄想自己會紅 網友說 我都明白你內心是多麼難受 多麼痛苦 每晚要對著一個 行張就木的老頭 八十歲的 一起奉 一起奉沒有錢 他真是可能失敗 還叫人財商 隨庫自由 現在真是隨庫自由 為何隨庫自由 為何隨庫自由 我再說到網友怎樣說 是難受一點 八百軟皮蛇油炸鬼隔夜那種 都已經去到倒數的階段 忍一下 他說 是難受一點 他說是重生 他說我是你中粉 哈哈 這樣就有時候 我覺得八百軟皮蛇油炸鬼隔夜那種 長命 玩了二十年 你很糟糕 接盤可九十六歲 九十六歲命 你還有二十年 你到時候真的 六張東西 肥婆 六張東西 你都嫁到 阿伯跟你說 你嫁到多少次 傻傻 他都沒說過兩句 我們都知道是這樣 這樣搞笑 整件事 為何呢 你怎樣截肚呢 肥婆截肚 可伯又是愚蠢 肥婆 沒有啊 沒有啊 就是想著 有些女人是這樣的 我這陣子 說到娛樂新聞 我討論一個話題 有些女人可以不要愛情 她可以 即是老公邀請 她邀請 邀請 那就不要緊 是的 被一個窮鬼 被人睡 跟一個 老人家 或者跟一個肥佬 又是被一個肥佬睡 睡完之後 我有名華富貴 你在外面玩這個女人 我有我的生活 我可以上網 曬我的名牌 出一些上流的地方 當然厲害 是不是 又可以做VIP 又可以隨時乘飛機 去這裏那裏 好像很肯勁 有些女人可以出賣自己的肉體 不要愛情 換這些東西回來 肥婆出賣自己的肉體之後 不要愛情 甚麼人都換不到回來 換了通街被人罵 在街上被人追打 在街上被人 也挺言語暴力 在哪裡趕到哪裡 連出名的網紅 現在個個都要做你的 你就是這樣 你嫁得多次 其實他已經是你最好的結果 你選得好的 你都不選得可白 你根本都沒有這樣 經常在那裏扮成功人士 按鈎 其實我是一些老師來的 我只是想我的財神智慧 教大家除富自由 你真的是除富自由 香港是非常多的女人 不要愛情 走去跟一個有錢人睡 然後睡完之後 你告訴我 你在外面包衣服 包衣服 搞女人 搞女妹 不關我的事 總之我要包包 我要錢 我要財富自由 你是除富自由 人家是付出了身體 然後有他想要的東西 是非常多這些女人 閉上眼 你在某些地方 你會看到很多這些女人 你是很特別的 你付出完之後 什麼都沒有 得到一個欺負人憎 得到一個被人罵的結果 去到哪裡都被人趕 其實真的很賤 因為做了一些賤 因為做了一些賤 還有那些事情 不是你這些質素做的 做得出的好東西 阿伯也是這樣 這麼巧找到一個 找到一個尺寸的 因為正常人 你自己都碰過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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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碰過子女 是不是 有沒有看過咸書 以前坐報紙 當有些勞虎豹 都知道什麼叫美女 是不是 知道什麼叫身材 是吧 這些全部沒有感覺 要大舊 所以很特別 很特別 很特別 喜歡玩拖頭 人家玩四驅車 玩拖頭 不過不要緊 這些是個人口味 阿伯現在真的隨腹自由 其實他都是 阿伯你看他的淒涼 其實阿伯都是 都是既得利益者 有些這樣的經歷 人生 你現在這樣的經歷 比走爛更糟 因為心慘 周圍樹敵 這些是低B 好了 先說一說二五仔 二五仔 說找一下河馬 幫他開通盈利 其實今天真的要太多點說 說不完 這麼多點 什麼都提一下 什麼都提一下 不想留下明天 三分一的盈利 實在太多了 正常公司都不是這樣做的 他擺明找個笨拆 而已 盈利一定 不是一定可以開得到 他這些極度被人投訴得多 因為Youtube已經是有 做過一個 發過一個信出來 跟別人說 對呀 那些人的影片已經不行了 是違規的 他那些頻道 隨時都 有警告 那些 開不了盈利 未必可以開到 所以這個也是 癡心妄想 那些所謂的幫他 那些人說是炎仔 有人幫他 那些人說是 乞丐 為何這麼說 你沒想到 找個網絡 乞丐 在乞丐兜裡拿飯吃 你也是個混蛋 是否這麼說 你正常人來說 你有料 懂得開盈利 那你自己 吊賣何馬一份 你便有錢 別人開你才有錢 坐享其成 你去幫他 真是敵人 敵人就是朋友 對嗎 很簡單 你借 你借肥婆 打某一個人 你借肥婆 你紅了 你喜歡打誰 打誰 肥婆都快要香 你真是不懂 說一下 我們真是不懂 那些人說 那些人說 內務部搞 無良軍師 一個月前 已經 寫了一封信 去什麼 說了嗎 哪有得搞 沒得搞 一個月前 真的有一個月前 一個月前寫了一封信 現在都沒有了道 真的沒有了道 他在哪裏 你猜他在北角 他在英國 怎麼搞 找FBI 就是 一尾在那裏拋棄 我們站在同一陣線 什麼成成 這些 全部身邊的人 都不是說 說錢 又說肉體 就是Vuja Rattat 沒有 沒有人 沒有人 我兄弟多 我跟OK仔 我跟希希那些 講感情 全部都是 真朋友 真情 可以拍真情 他那邊 哇 真賤格 你真是 又說錢 又說 一萬五次 是啊 又什麼 我老公九次 什麼 什麼 肥婆吃屎 好 另外 看一下 他什麼 改頭換臉 隱性埋名 這些八婆 什麼都做得出 以前當然是騙人多 他到尾 又說 告誰 告小說 這裏 遲些耶他會多說 那一部分 我說不太熟 不太了解 他也是 騙子 這些 周圍賺錢 但是又低質 沒有這樣的能力 找到 好東西 不是哪有這麼差 其實經常在那裡 癡心妄想 你看看那些女明星什麼樣子 你現在經常打算做那些女明星做的事情 你自己什麼樣子 沒有人報 人家做這些 就是要夾過有錢人 然後不用做 打搬他做生意 我們看過一套 江湖告急 梁家輝 那個兒子叫李珊珊 幫他打一套 就是那個電影裡面 打一本開花點 是不是 都要香港小姐冠軍 現實生活都是這些質素才能做到 我想說 或者是一些高級小姐 就能做到這些事情 人家就找一些 成中富豪 你又找一個 公屋土豪 想著是 誰知道就是一個空心勞官 然後自己很失敗 就經常擺門 就想擺一個 就是 成功人士的姿態出來 我一天花2500元 人家只花100元 一天 一百元都沒有 人家客氣串咎你 2500元算是什麼錢 香港人月頭富貴 一兩天都被射了 你剛才拿來拋人2500元 那些屋村大媽 我經常覺得 我告訴你 香港人是很有錢的 有七成人 供滿了一屋樓 平均一屋樓 香港都五百多萬 跌到五百多萬 有些很貴 有些過千萬 這些算是什麼 新鮮蘿蔔屁 教人財富自由 什麼都不是 純粹是搞笑 所以才這麼多人討厭他 你看到他能力低 就貪念大 心胸 就很狹窄 但是就假裝到 用佛心來包裝自己 也都是很 就是個人很粗皮 然後就說我是考人 人來的 網絡界 我想 有網絡史以來 都不是說有一個半個這些人 有些真的是 真的鎮 他介乎在鎮 你做成功 騙子 貪念 壞女人 全部都集於一身 所以 龍珠都寫魔人報鈾 最後的大哥 就完結了這個 EZ 我估計 這個應該是網絡最大的大哥 因為 沒有的 誰敢這樣 有這樣的下場 還敢這樣做 沒有 以前那些是小事化大 現在這些 是他天天發大 好像他的體型一樣 所以 我們自己會繼續 關注這些事件 看看有什麼時候 真正 被我們的元氣彈 消滅了 對付魔人報鈾 當然是元氣彈 誰推下去 每個人都有份推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新聞 我們祝肥婆勝之於法 拜拜